虽然人们普遍认为 这临摹本不如原作 可是李公林的临摹本超过了原作 是对原作的一种超越性的 创造性的临摹 同时又使整个宋代的安马化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标志性的变化 那么发生哪些变化呢 第一 从关注马到关注艺术表现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过去画 画一匹两匹骏马 形象很逼真 但是往往带着贵族旗帜 皇室都贵族旗帜 人们观赏这个绘画作品的时候 关注点在马匹上 可是李公林就改变了这种风气 你看李公林的作品 关注点不是马匹 而是艺术表现 关注艺术家如何表现马 第二呢 线条的运用 李公林对墨线的运用 把线条的这个表现力达到了极致 使得观赏者开始关注 绘画手段本身的价值 更能够深刻地体会什么叫艺术表现 第三 表达作者的性情 李公林曾经这样说 五维画如骚人附诗 因永静性而已 意思是我画马就像诗人写诗一样 是表达我的精神和情怀 表达我的情感和个性 所以我们看马可以体会作者的心情 人格和个性 这正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本质特征 也代表了最高水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